車子都可以跑一趟,所以那哪有什麼問題 就是當然我們就不能開線,因為公駕機構其實有事 我們就不要太進行,反正那是一樣嘛,算是個地區市場 那個地方呢,你賣18天的啤酒,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我們每兩三天走一趟,啤酒已經不可能擺兩個禮拜嘛 所以一點沒有問題,類似這樣的情形 所以說,因為我們周轉力很快 所以我們的維持新鮮度也非常好 那如果是夏天到了話,正常情況下我們在台北市 大概一個月而已 那就是說,所以啤酒的話在抹承了這種公司 很重要一個基本的Cash Call 大概我們夏天平均來講,大概一天都可以做兩億的生意 兩億其實就可以一個上市考試 可是一天就可以做兩億,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市場 OK,那再來一點其實也很重要 以前大家不覺得重要,可是這一點是以前我在 在研究單位跟在當生產物種說很堅持 當然我剛開始堅持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各位如果有看這個做菜的節目 如果很多說啤酒鴨或是任何啤酒餐的料理 那個廚師呢,他一定不會開罐頭啤酒 一定開玻璃瓶的啤酒 那是因為玻璃瓶是個最鈍性的東西 它不會去 就是 就是品質在裡面是最安定的 那如果罐的話呢 比如說Camp的東西它也是金屬 它也是有個Coating 那Coating當然不會是Coating塑化劑 可是Coating它多多少少少酒的話 這個跟酒會有一點變化 其實是很 minor的 Camp的啤酒 所以說擺的時間長一點 味道多多少少會變掉 所以我們就很堅持 說要用 第一個是環保的問題 第二是風貴的問題 而且我們在地嘛 這印書成本很貴的時候 別人贏不了我們 我們就用罐子來賣瓶子 來裝我們的啤酒 那有一些數據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一年的話 那個啤酒大概 啤酒 瓶裝的啤酒大概3億瓶 那米酒大概是一億五千瓶 加上濃濃濃濃濃 所以一年的公關給回收的玻璃是無一支 那人家說 無一支 製造一支啤酒的那個玻璃瓶的成本 大概是將近兩顆數的這個二氧化碳的那個 那個吸收量這樣子 所以無一支的話呢 其實也幫一年幫台灣 這個空隙的這個清潔度 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呢 帶給我們很多的護作用 因為知道 都市地區其實沒有問題 可是鄉下的地方呢 他 各位去看他一定都是喝台瓶 可是呢 鄉下的地方因為那個瓶子回收很麻煩 所以 這個 台灣人你最喜歡喝酒罵政府 不管你是黑的藍的綠的都一樣 那你罵了政府 你夜罵夜期 你就把那個 什麼那個 頭倒看啦 混曬啦 一直往裡面塞這樣子 那又 又過了半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才去收那 很麻煩 那個東西就 都沉在下面 那我們那麼多瓶子不可能用人工洗啊 一定是用機器洗啊 所以呢 大部分的 這樣的東西會洗掉 可是 太久的東西黏在下面就洗不掉啊 所以各位偶爾男民看到說 有人抱怨說 台灣啤酒裡面有些小雜物 我不是要求各位原諒啦 可是我們真的是說 這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如果要做的東西 那個 消費者如果不跟我們配合的話 那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痛 可是其實這樣 還好啦 因為 如果消費者他不是純心跟我們搗蛋的話 那 他也可以接種一瓶換一瓶 他也還好啦 也還好啦 所以 也並沒有消費者 因為我們沒有沉添 我們就討厭台幣 目前看來是沒有 不過呢 也有很多人是故意找我麻煩 譬如說 常常跟一個報紙看說 喔怎麼台幻啤酒裡面有根筷子 那有可能的 然後呢 是不是裡面有隻蟑螂 那個蟑螂翅膀還在動 那都是有人故意在張 那我們公司大間嘛 反正消費者有時候報應 習士兵人啊 那他啤酒都開始喝完了 擺一隻張牌下去 來來換一瓶 就換了算了 但是畢竟這不是不是多數啦 那只是告訴各位說 玻璃瓶回收呢 其實現在看起來是對環保非常重要 而且對品質安定也非常重要 那 所以說呢 這是某個程度來講 也是變成說 欸 你要喝好 好味道的啤酒 今天喝啤啤 那這樣的話呢 跟進口啤酒有點區隔 OK 那當然除了這以外啦 我想我們現在的消費者買一個東西 除了說他研究要不要買什麼東西 他喝了這啤酒會跟人家分享 甚至是告訴 所以說 除了廣告以外 我們當然也學習啦 做一些跟消費者互動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 我們 各位知道我們國營是一個很麻煩 就是要敦親慕靈 每一個產戶境的 民意代表都會來跟喀因 當然他不是想喀因 來啊你辦個活動啊 照顧我們 這個很自然啊 不過不是我們啊 你說這個 那個 台電啊 這個 中油 都一樣嘛 還好 跟他們比起來其實我們還好 那本來要照顧 照顧這些 民意嘛 我們就乾脆把它弄成啤酒店 在每個地方 啤酒廠附近 我們就辦一些啤酒店 他可以幫你對 那與其台比 男酒隊呢 對我們公司其實真的幫助很大 那是我在當啤酒事業副總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些長官啊 就公司說 啊 我就帶他很高興說我們站基恩啊 帶我們長官去看情 再看他說 欸 站通啊 啊那個 這個球員都是那個高中女生耶 那還不是我們的TA 欸 沒好啦 還是做這些被操碼 看起來好像是對呀 可是我說 我就跟他說 不會啦 他會長大的 然後咧 他還有男朋友啊 對不對 他會跟他來 幫我介紹 我們台比很好 對啊 但是其實真的 平常講 像我 我有兒子啦 我兒子現在兩個都長大 長比較大 一個30歲 28歲 他出國年數 可是他們就真正跟我講說 我就說 欸 你們同學有沒有喝台比 他說 有 我們連自己喝都是買台比 但是到POP 我一定買海里根 沒有辦法 我原諒他是真的啦 因為 你平常就喝台比了嘛 那你到POP去 大家去 不一樣的氣氛 你會海里根 OK啊 我可以接受啊 可是希望你 你 正常大部分喝的時候 台比就好了 我們就實在意 就百分之80了嘛 對 所以說 我們是棒球隊 那棒球隊其實也是 可是養一隻棒球隊很貴 太貴了 所以我們養不起 這是養二大專輩 因為養二職業隊 太貴了 我沒有那麼多錢 那另外 我們其實最近幾年 嘗試做一個電影行銷 那其中海小七號做的 其實蠻蠻好的 各位如果有看過海小七號 那換一層 太子拿著 我們台北再干貝 可是我真的 對味道也很不好意思 他上次找我 我根本不知道啊 我只給他30萬 那換一層 那味道也很幫嘛 你們非常多鏡頭都出現了 我們這個 其實那個廣告效果 絕對不只300萬 那後來 那時候我們有些 跟他有些合作 這是說 我們做一些 30萬 300萬 30萬 30萬 不過那樣子 我真的不曉得說 那個電影 我第一個 我也不知道味道的導演 我也不知道他拍出來什麼樣子 那故事 我感覺說 這故事好像很土包 不好意思 那個 說很無知吧 最後我倒是給 我朋友說 30萬 那他是不是很缺錢 30萬他也拿了 那後來我們當然也做了邦尬 還有最近做了一個什麼 愛你一萬年 那 不過這個 目前的電影賣作 並沒有那麼好 那另外的話 我們最近幾年開始 在這個仍然那麼好地方 所以 比如說去年的那個 我們推 兩年前我們推出賣的時候 在那個收購那邊 這新一計畫企業 弄個自由女神 收購類似的東西 那當然更重要的話 現在網路行銷是一個 非常 你不可以忽視的東西 可是平常去講 我們 要做的事情 公司 我們也沒人 我們只是說 包給外面 公司做 那好像看起來做的也還不錯 我們有些網路上 比如說我們現在那個 那一支果微信 其實在還沒開始 就網路上就開始做了 其實我會想真的是蠻好的 因為 本來有時候 因為我們產量不多 可是真的第二天 我們的那個 影音書的同理 就那個 經理就把那個 終於你了 現在我們這樣欠貨了 雖然是那個 社會還是很高興 說我們 還很難得 啤酒產品還賣到前後 雖然說我們量也不多 可是也就表示說 這個消耗量 銷售量也比我們一起好很多 那 我 不得不 這個感謝我們這個做這個 幫我們做網路 這個廣告這個公司 還有我們同仁 年輕同仁努力 那另外我們做一些文化學校的工作 那可是也是碰到很大的 其實我們找了那個 李懷銘老師跟那個他英文武器 幫我們拍一個大品牌 就是台灣啤酒這整個品牌的行銷 可是拍一拍以後 去年因為要去廣州雅映 沒有錢可以播 所以我們這廣告播很少 可是各位現在有看到這畫面 是個電器行 電器在播 所以你就說 欸 怎麼你們英九公司開始賣電器 因為他看過 其實李懷銘老師第一個跟我們拍的 類似的畫面是賣 台灣啤酒大品牌的形象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請播 播了那個頻率太低 撲光率太低了 恍而是現在某某電子公司 他這撲光力還蠻大 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英文武器 其實是蠻可惜的 不過這是 公家機構的很無奈的地方 那當然在 在地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們今天的話 有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以前做的 是一直沒有把它區隔好 就是說 目前來講 其實我們的啤酒裡面 包括台灣啤酒 金牌啤酒 還有我們今年主打這個水果啤酒 那我們今年第一次嘗試 就是針對我們的產品屬性 去造比較合適的代言人 那以金牌啤酒跟台灣啤酒來講 老台比其實它是非常正統的歐洲口味 所以我們就把定位成 忘不了好味道 那金牌啤酒 那是金牌嘛 就挑戰自己沒在怕 類似這樣 那果惠心的話呢 就是叫甜美異世界 目前看起來是好像廣告回想 大家覺得還OK啦 不敢說好 就是咦 N酒公司的廣告好像有點小進步 那我們初步回想的時候 不錯 支持很多人說 怎麼看了以後 很久之後都沒在看到 我說 請您耐心冷待 夏天到的時候我們有多播一個 OK 那還有一個是很重要 一直到 其實以前的時候 我一直叫人家做 人家都不願意做 可是我當了總經理 又硬要他們做 就是說呢 其實台灣非常多店在賣我們台灣啤酒 可是我們都缺乏一個跟消費者溝通的一個招牌 各位 旁阿斯的海泥跟 甚至美樂啤酒呢 他都有 喔 我們說起來很丟臉耶 那麼多餐廳在賣你 沒有沒有辦法 想辦法去把他按一個招牌 可是現在已經做了 各位在今年下一天 他們會陸陸一溪看到 我們做了一個這個店召 那我們這個店召我們希望做得跟別人不來 就是我們直接把我們台啤 אחד那個標籤克風 弄進去 那食物看起來還不錯啦 那我們希望說 這其實也是非常跟 消費者的感情連結很好 你到處都看到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啤酒式的自然 那我們相信這對我們台灣啤酒在台灣的發展 不管是對我們台灣人或者外來的法克 甚至陸克爺 啊 那個陸克這樣看到就是 喔 台灣人喝了啤酒就叫台灣啤酒 不要再跟他解釋說是叫什麼品牌的啤酒 那我相信這對我們 以後呢進進中國大陸應該也很有幫助 OK 那另外一個是 也是很麻煩的 我們常常被詬病 就是各位都知道 海尼根他的範疏都非常漂亮 他做得非常精緻 可是這不是我推卸的責任 各位知道 海尼根是個很奇怪的公司 很奇特的公司 各位知道荷蘭很小 荷蘭人口不多 一千多萬而已 比我們他還小很多 所以海尼根的啤酒呢 百分之九十都不來笑的 他做外銷 啤酒外銷已經做一百多年 所以呢 海尼根有個最大的部門叫做國際事業部 他呢 就是集公司所有力量 他去分區 比如說他以前早期先從歐洲 然後到美國 然後到俄羅斯 那 20年前他鎖定台灣 他認為台灣是進軍中國大陸更重一點 他是很慢慢更贏 他可以賠錢賠20年 然後呢最近幾年開始賺錢 然後呢更重要呢 他派一支廣告 不管是到布萊德比特 或者他是布萊德太太 那支廣告 全世界都可以播啊 雖然找布萊德比特帶會很貴 只是他一百多個國家都播 OK啊 他的換出也一樣啊 他做了很多東西 就是找世界最頂級的 才使用最好 因為他是全世界都可以用啊 所以呢 這點是我 很無奈的地方 每次換出都比較閒 我說 我實在也沒辦法 好啊 哇我們今天